联准会的利率会议之后 不是多空的转变 并非有多转空 不是这个问题 而是结构的转变 什么叫结构的转变呢 你看看哦 世新KY连铁两天 宝瑞连涨两天 今天还大涨 是不是有点结构的转变 今天盘面上 钢铁类股全面大涨 甚至一大堆涨停 结构的转变 就是你赚钱的好机会 欢迎投资朋友 赶快加入我们的影音 会员影音 登记填表 我们跟你联络 你就可以看我们 推出下个礼拜三档标股 台股新攻略 注意看 台股新攻略 带您掌握全世界 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亨达投顾 去林大老师 感谢您每天准时的收看 好 那当然我们的电话是 26538299 26538299 亨达投顾的电话 很重要 把它记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今天又刚好一录了 这个会员影音了 那你可以来申请加入 其实投资朋友 这个盘走到 我说联组会议 利率会议要么就是下来 要么就是内容转变 那美国连续昨天也涨 不过 事实上指数有点温温的 那今天钢铁股大涨 你没有感觉到我所讲的吗 不是大家想象的 就是只有科技股 指数现在要用力的推上去 要很多权重的科技股 可是你看那个 3661的四星KY 连跌两天 跌幅还不小 那反正说这个 这格局就不一样了 那四星KY 我们今天的下一档 千金股是不是保瑞 做个梦吧 有梦最没嘛 反正毕竟它今天是大涨了 股价穿了三个月来新高了 好 那也是我最近一直跟大家讲保瑞 保瑞为什么涨 保瑞是生计股的股王 很重要 它可以影响到 比价的空间 就好像我今年以来 什么IC设计的飙涨 就四星KY的因素嘛 四星KY涨上 就是这个大型股的股王 以前那个大力光 当股王一直飙的时候 你看那个郁金光飙成什么样子 更飙 比大力光涨幅更大 不是价格涨幅更大 那你看那个3661的四星KY 涨上来的时候 创意啦 什么这些IC设计 全部都飙涨 连大型股的2454连发跟着党 就是这个模式 所以股王很重要 今天的保瑞大涨了 盘中涨了7%多 那因为它下礼拜就要转上市了 我这种好戏在后头 为什么这个原因 美国NB在生计股大涨嘛 是不是 全世界股市就是这样联动的 所以我们台股新公内 叫你什么 掌握全世界 我的原因这样子 好 那感谢大家的力挺 那给我按赞跟分享 我们再往下看 那加入老师的LINE 这个有什么问题 这个加入LINE来问 来问 那我们可以帮你做持股的解析 当然你不能说 老师我一次问了很多档这样 那大家那么多人来问 对不对 我们总是希望说 大家都有机会这样子 好 我们再看 好 这个已经讲过了 你要看文字的话 就用电脑 反正看到CC就点下去 就有文字了 就有字幕的意思 好 那一样 欢迎同志朋友 我们今天刚录好 今天礼拜五 我们刚录好 我刚刚才录好 我有在刚才拍盘中录的 那会员的影音 那你 因为是免费的啦 所以你要把资料填一填 才能帮你开通权限 我们要联络到你的本人 才能够帮你开通权限 那也就是说 这是会员影音 每个礼拜二礼拜五 会员影音 我之前跟大家讲 其实啊 你看到今天涨钢铁股 生技股股王大涨 特别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生技股的股王大涨 但是 世新KY却连跌两天 你想这个逻辑 你把这个逻辑串一串 世新KY连跌两天 股王 昨天也涨 今天也涨 而且今天涨了 6%到7% 7%左右吧 那大家有没有想过 是不是结构在转变 那生技股股王 普通润涨到 当然会影响生技股啊 就会比价空间啊 那生技股是不是 这时就是中长线多头 没关系啊 我们每天都跟他讲 美国有一个重要指数 叫NBI生技指数 大涨 美国今年最弱的一档股 在标准普通牌指数 叫Moderna 就是莫德纳 以前拿那个疫苗 那个莫德纳 以前涨过 两年前涨过 标过 那现在疫苗没有 就没有像那么热门了嘛 不过都要注意哦 中国大陆的疫情 好像不是很单纯哦 下礼拜就知道了啦 那 最近莫德纳这档股票也标了 也标了 Illuminium这很多那种 这个NBI生技股 因为今年跌得很重 那现在都开始标了 所以这个内容在做结构转变 不是指数的多空 是结构的转变 那指数现在还没有一个答案 那这个 Luminium在这个转换当中 其实就是机会 就是你的机会 那你现在更需要 用美国股市来印证说 什么股票最有机会 美国股市这些股票 像西光子 我说华星光很好 它就是跌 我还是认为它很好 我将保瑞很好之后 它也是不太动 那现在变很好了 会不会这样还变成股王 那NBI生技指数要继续涨 那这个机会大不大 很大 所以联准位的利率会议 不是改变多头变成空头 也许指数在涨的空间有限 短时间啦 但是内容却大幅的翻转 像今天一大堆的钢铁类股 居然涨停 美国股市也是这样子好不好 美国股市今年跌最惨的啊 是什么 是那个太阳能 我们太阳能一直涨不上的原因 就是这样子啊 美国最近太阳能 每天都两成 当日的个股市 有时候是两成 三成的标 注意一下 好那你 你要把这个内容填写 填写清楚 有没有 那我们要跟你 服务人员会协助你把权限开通 你才能够进入会员嘛 我去帮你当作会员才会帮你开通嘛 假日看一看 我按照逻辑推论到 我讲的东西下个礼拜全部都会飙 我再讲一遍哦 我讲的东西下个礼拜全部会飙 不然今天不会生技股大涨 长荣继续创高 还有那钢铁股全面大涨 你有没有听懂 你有没有听懂 因为美股的内容在变化了 你有没有听懂 听懂哦 听懂哦 所以我等的就是这一段 我上个礼拜就跟你讲 其实上个礼拜你来看影音的时候 我还是想说 哎真的 反正例行的公司要录嘛 什么叫例行公司 礼拜二 礼拜二礼拜五要录嘛 例行公司就一定要录嘛 其实我上个礼拜不是 就应该说这个礼拜不是很想录啦 因为我知道说 所有的变化就在联组会 利率会议之后才会变化 要么就股市崩 有多转空 要么就是内容大转变 对 那看来是内容大转变啊 听懂了 不然长龙不会创高 对不对 那钢铁股不会创高 连中钢都大涨 然后钢铁类股还有什么股票可以动 是整个原物料在动 钢铁股有没有股票 钢铁股票可以涨四成 因为看它的这个股本的大小而论嘛 是不是 这个保瑞涨 说不定那个保瑞是权重股喔 说不定那个什么长家智能啊 什么一大堆的那个用标的方式 为什么 美国股市都在标那些嘛 我等一下拿给你看就知道了 所以你要登记清楚 所以这个礼拜今天晚上的 的这一个影音才重要 我说实在我刚才说过这个礼拜 所有都在等联主会利率会议嘛 你要变空头要么就内容变 现在是不是空头是内容变 好那就是反映这个 慢慢来 说不定还有很多变数在后面 我说过了联主会之后才进入这个风险期 好 来 道雄持续创历史新高 历史新高 对不对 道雄运输指数跟涨上来了 跟涨上来了 跟涨上来了 所以运输股 运输股 包括海运陆运 很多东西在这选举的前后之后 两岸 嗯 观光 那些都是标股 那一些未来都会是标股 还有生计 现在朝野两党都在拼 将来都是在拼 因为他们的背景都有生计的背景 大型科技股是东东 纳斯达克在这个 我特别把它说的很小 在这里 它历史高点在这边 所以它是大型股是在松动的 所以纳斯达克的成分股当中在涨什么 在涨生计股 有听懂了 好 它的距离还这个很远 可是道琼 很少这样子道琼 那这一次就被标普也是还没够高点 因为他们的大型权重股是雷同的 那七巨头 好 那非凡是创历史新高 很奥妙 因为权重股大涨 权重股也不是 那也有点晶片 它是通讯晶片大厂 叫博通 叫博通 它也冲新高了 那可能 不过我觉得这有点困难 可能这两个 标普 还有可能创新高 纳斯达克远距离太远 这可能要很拼 但是终究是会创新高 可是可能要隔很久 搞不好是明年下半年才会创新高 明年上半年是风险年 风险 比较风险的上半年 注意一下 按照结构论也是这样子 时间不了概念 德国股市你看 联准会的利率会议之后的 昨天嘛 就是昨天嘛 礼拜四嘛 今天礼拜五嘛 对不对 礼拜三 礼拜四的早晨 联准会公布嘛 礼拜四的德国股市 开高走力黑棒下来了 这是不是叫做 转折 是转折啦 是不是呢 我们可以再慢慢的观察 那这种大市场啊 大市场开始慢慢下来 但不是空头 没有说这样就是空头 哪里空头也要 这样就化个到井线这样下来 没有那样子的啦 这些都很神奇啊 今年还跌那么重 经济也没有 经济 普普而已啦 没公司看能不能缓 这个缓 这个叫做什么 缓着陆啦 不是硬着陆啦 叫软着陆 软着陆啊 好 那可是最强的是 我说市场欧印嘛 小盘股啊 你眼睛睁大眼 这个叫小盘股 就是我们小型股 就是罗素2000 你看当时 你看对照 这是12月7号的 这个华尔街的报导 已经跟你讲说 市场上 这是华尔街报导的 在小盘股 香Burber 够香了 来 你看这个位置 看罗素2000 你看罗素2000 12月7号 到今天12月15号 这样子了 他刚才 那道路也在这里 在这里 他们绿的是涨的啦 K线有时候 绿K啊什么的 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 绿的亏计 国际很多股市的线 都是绿的 都是涨的 像MBI 甚至也是绿的是涨的 有没有 有没有 两根上涨 然后下来整理 有没有 是不是 就是这附近 两根下来整理 然后 这表一波 他其实这一个月 对来涨了多少 涨了23% 快吧 美股昨天 他涨2点多% 2.67% 他的三大成分 就是生计 银行股 他是属于区银行 小型股 像之前那个 矽股银行那种银行啦 还有工业股 那就对啦 钢铁类股 涨上来的时候不对 那MBI生计指数 继续创高 所以宝瑞涨了 那宝瑞会变成签计股 他如果继续标的话 宝瑞就有机会了 对不对 我观察一下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股王 股王是四星KY 他稍微比 宝瑞 前三季稍微比宝瑞 大概多个几块钱 那这个大力光 九十几块都不能比啦 不能比啦 所以我们现在 你所看到的前进股 我看一下 只有这两档 前三季的EPS 超过宝瑞 所以宝瑞说在 他前三季赚了二十几块 二十四块 有没有资格当股啊 决定钱啊 在这个啊 这个啊 是不是 这继续涨下去有机会啦 拼拼看吧 有梦醉没啊 是不是 哎啊如果他真的 去当过了千金 哦那 那又是五成 五六成的空间哦 很吓人哦 那如果他 我说过嘛 如果他 真的 涨到千金了 哎投资朋友 股王一直涨到 他那生计股 真的会飙半天哦 你要注意到我讲的哦 股市就这样逻辑推理 啊你看这个钢铁股啊 新钢巨 像说新光钢 中红 很久没有叫中红啊 全部都涨停了 威智 月薪 运昌 哎 红水是轮流转的啊 你也帮帮忙 对吧 想拍照就是AI三雄 都很轮丢嘛 红水是轮流转的啊 他说啊 是不是这样说 免疫指数 哎 走短空 黄金其后两千多块了 你看看最近怎么来到两千一就更浪妙了 所以基本金属 金属底部都上来 习价有一档 概念是哪一档 我讲过哦 看你 铜价 早就底部出来咯 早就 所以很多东西早就在变了 很多东西早就底部出来 之前我跟大家铁矿沙 铁矿沙人家早就创高了 最近拉尾恒向哲理 现在又开始来了 中国一直在救世 所以航运股绝对不会寂寞 最近连马士基昨天都大涨了快要5% 连马士基都上来了 长龙当然是跟他拼舔席啊 这最标的搞不好是中航跟正的 因为我非常看好这两档 长龙如果是舔席的话 这两档跟他涨一倍哦 他再两成就舔席了长龙 铁矿沙要涨上来了 好 去吃看 金属底 诶 又是铜 不是叫黄金铜啦 是黄金啦 黄金跟铜 鞋 是要做的 铜 是时候了 是时候了 哦 一批是赚5块钱 股价这么低 是时候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们啊 因为他们这样对不对 因为他们啊 因为他们嘛 这个我没有跟你乱讲了嘛 因为他们嘛 这样对吧 对吧 哦 所以结构是在转变的啊 是不是 你是为了要赚钱 又不是跟他一天要做 是人整天说 一天要整天要做AI三雄 我老师确实一定要做伪创 你会这么想一定是套了 来 博通 就是因为他 非棒才创历史新高的 这么多年来 他露脸了 以前带领的非棒创新高 就是灰达啦 哦 什么intel啦 那些带领 尤其灰达啦 amd超位啊 那些intel带领的 的这个非棒创历史新高 这次博通 那红水水轮流转耶 你大概也很少听到这个啦 但他是非棒第一权重股 所以非棒创新高 所以连非棒自己的内容也在变 最近的什么n字谱啊 創波段高 n字谱啊 有没有 好硬财啊 美光也慢慢涨上来 但因为他是权重股 他涨这样当然非棒创新高 但是他又不算 不是标准普遍500的权重股 是里面的股票 但不是权重股啦 所以标准普遍跟纳斯达克 有他的破绽在 一直纳斯达克 标普因为范围比较广 有一大部分的 也有一些生技股啦 工业类股啦 原油啦 好 回答不怎么样嘛 是不是 不是说中国大陆可以让他降规板 应该要大涨是他 没有就这样子 我们再看稍微好一点 美超也昨天涨7% 不过也在反压当中 大家看到他今天你如果 常常看完都讲美超微 我老师今天来做一些 剩下伪创 大事大条 我们那个头部卖压都太重 微软 这个就是破绽 这也是为什么纳斯达克没有办法创新高 因为他不是废半的 这样东西 这就是破绽 他这样子的 好 那我们来看美股最强呢 安科尔 持续创高大涨 你看这一根就这样子啊 现在是属于比较中型的半导体啊 那安科尔就是 COWAS 挥达把他的产能揪全包 在COWAS这一关 距离美国嘛 美国近嘛 揪全包 股价这样子 他自己也因为利空 财报利空然后跌下来 怎么看 有没有看到 我今天已经有选一档哦 已经有选一档 赶快去看 其实什么星云啊什么那些 结果那些股票最近台股都没有涨 那就是机会啦 你要你要用这个观念 跟他拼拼看啦 我最强是他 最强是他没有没有话说吧 你看图形就知道嘛 是不是 这个没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吧 我们从图形看就知道了 我没有乱讲啊 安科 AMKR啦 这里有写AMKR 安科 这跟这个洞的话 当然那个371的这个是日月框啦 金元电视铁 长得比较 西框子 这个大家自己看嘛 总是要跟他博一下啦 总是要做华星光 拼了啦拼了啦拼了啦 总是要博一下啦 拼拼看啦 至少我觉得我看的是这样子啊 NBI生技股长拼一下 宝瑞美食不回过啊 拼拼看啦 不然你叫我们怎么怎么 因为每天长都不一样啊 你怎么叫老师说 今天钢铁股长 我没有买钢铁股啊 但是钢铁股是我 我讲的合理是我解盘用的 都没有买你 我跟他讲恭喜 这个是来说什么 我们看过我的节目 那么久的节目 我又不是这种人 美国钢铁股啊 所以也大涨啊 他一路是走高的 一路走高的 美国进入选举年了 明年就美国选举 我们是年初他们是年 这个这边是11月 我们是明年初他们是明年年底选举 开始进入拜登政策 你要注意拜登政策什么政策 节能那些是他的政策 不好推 现在拜登有一些困扰 因为川普民调特高 川普的民调特高 共和党川普民调特高 拜登很困扰 那援助这个乌克兰 援助这个以色列这些钱的问题 还有他儿子的问题 他又被 当然是政治干扰了 就是他被那个什么 弹劾 所以美国的基建要赶快发挥 才有 美国基建的发挥 才有细光子的大涨 当然这个是一个全新的产业 比较新的产业 COWAS也是 云端软体也 准小跌了 但因为他是先创高 所以云端软体有看好 目前我找得到 你还可能你不懂我意思 我拿东西给你看 随便拿一个 我拿一个 哪个东西给你看就知道了 这个叫美国太阳能 三炮 我把它缩小 它是跌这么重 强力涨 你看从三块多有没有 你这边就是低点三块六啊 现在已经快六块多了 已经六块了嘛 是不是才两三天的时间 几天的时间就涨了快一倍 不因为它跌太重了 它跌太重了 你知道我意思吗 但是对这个来讲是 不是跌 它是一路一直在创新高的 对这个来讲是一路就在创新高的 我们现在找这个美国都一路都还在创新高的 不是不仅仅是在选那个跌盛反弹的 那你反映到国内的话 有些股票当然就是你要可以做补涨的 但至少这个你看得到人家是一直在创新高的 这个也是一直在创新高的 这个也一直在创新高的 这过程难免会拉回 有没有 钢铁股这个 我们也是不是又跟上来 这才是我们要选股的目的 有没有 所以技嘉好吗 不知道你 你自己看 这AI三种今年套了多少人在里面 你看这些都当时候都二三十万张 你看这个技嘉 然后你看这个四星 股房没有高点了 有没有 你看那个伪创 一块要破底 台北股是已经超过这里了 指数位置已经超过这里了 它还快要破底 当初一直叫你说AI三雄伺服器大好 你看这个一如果是这样 伺服器饥渴 什么秦晨那些都要小心了 他们本来是就是靠他们起家的 二三五六都因为搞了一个晶片IP 你看说明年也看不到获利 今天就中错了 你看这个 所以他长 这个 音乐塔长上没有带动他们了 没有 快破底了 那我当时在这边跟大家讲说你买长荣 长荣毕业是伪创就这里啊 这里啊 他除息完在这边 涨停板 两点事长涨停板 就除息钱买他 你看现在是这样子 所以七月八月的时候 如果你听我的 把AI换到长荣 我们在 就这里啊 或许你 你没有卖在最高点 有没有 或许你没有卖在最高点 但是相对的高点 但是几个月之后 他这样子 几个月之后 他这样子 这叫路遥之马力 你看底下那个 那个下一档千金股 或许若干十日之后 你看到他怎么样 这是我看得到 我没办法跟你说 一些有的不的 我讲的都 那长荣如果大涨 这个有没有机会 这会更飙哦 下周我就看他会上去了 我们上次在买杯小套 后来大赚 这次被买杯小套 没你惊 这股票哪有可能你惊 生技股 AI软体有没有 当这个消息出来 有没有 待会我们再看 先看 这是昨天吧 这一两天的嘛 这是今天的 当时我就跟你大家讲的 这两 昨天吧 下周上市多头必有动作 下周转上市多头必有动作 你看他是这样 那今天是这样子 今天是这样子 有没有直接突破 股价三个月新高 你这边花一条线嘛 有没有 来到这里就填洗了 不是啊 来到这附近就填洗了 但这是高点 那这个鸟马还原钱值啊 是一千元哦 那会不会是下一档的千金股 拼拼看啊 拼拼看啊 那 这个 然后我们再看 我们没事 既然 既然 这两档最重要 这两档才是举足群众 宝瑞涨 美食涨 整个生技股就翻转了 你不要看美食 从这里涨到这里 三成四成了 好 那谷歌 连谷歌都开始推着这个东西了 所以 现在谷歌 微软他们下跌 然后把那个NASDAQ弄得不太涨 之所以能够这样撑住的话 就是这些慢慢转入了 就是不是他们生成是AI 他们要用生成是AI 有没有 用生成是AI 有没有 把它做成什么 改变医疗保健产业 而这医疗保健产业是 明年拜登 拜登的政见最重要的政策 而且比较不会为人诟病 AI很重要啦 会不会毁灭人类什么 不会那个问题 AI是要来救人类 我曾经跟大家讲说 人类生命的延长 才是人工智慧最大的目的 不是用那个人工智慧 制造更了不起的武器 不是用那个人工智慧的快速 让学生在论文上 抄一抄就可以 不是用那个人工智慧 只有你去做那个人工智慧 其他的别行的事业 不是这样 所以人工智慧你要把它放得很大 让普及全世界的人民 就是说你可以知道 现在病毒的衍生 最近病毒又来了 知道吗 梅将军啊 那些的走向 怎么快速的方法 能够找到阻止他的方法 跟疫苗的演进 才是人类的福祉 保瑞 拼拼看我们一千块 你看当这个东西有没有 这个出来之后 你看这个股票 你不要看这里从这里 这四块钱飙到九块多了 这里四块九块多了 这个当然因为它跌一段 这个没话说 它跌了一大段 但是最短短的 当然你要回到这 说不定 当然美国股市 因为没有涨跌停限制 所以搞不好 美国两天快飙一下就有了 它现在平均每天都10% 昨天飙14% 都是10% 10%在飙 当初涨这个地 就是因为涨这里 就这里 那这个又 人家已经 人家位阶 我们位阶又来到这里了 所以这里的 应该来到这里 合理的 应该115位阶 这里 应该合理的 这样懂得是吧 美国 美股不要AI智能医疗 就这一档 我也跟大家讲过 我讲过了 好 那 那我再往下看 好 那林群 所以最后尾端 软体股 银端软体股 因为明年的银端 牵涉到最大的问题 就是资安的问题 所以这些有资安的软体股 是最重要的 好 那 那安克尔 影音档有讲 结果刚才讲到 影音档的这个 我们上去了 那影音档会有讲强调一档股票 一档股票 那华欣光 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讲过了 那些都不用讨论了 我们来看一下 最主要就是 我们今天的影音档 就是针对联准会升息 这个没有升息之后的动作 最新的三档股票 不敢说百分之百 七八成 可能会飙 可能会飙 你赶快填一填吧 还有今天下午 我们也有那个技术教学 那欢迎投资朋友 加入我们的影音档 那你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也希望投资朋友 你加入我的LINE 加入我的LINE 来问问题也没关系 问问题 但人数很多啦 这我们就会帮你挑 怎么回答你啦 这样好不好 因为真的 最近人数真的 因为行情来了 大家看到了 还有一些投资朋友会想说 那我会在AI三雄没安装 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但是 有时候要稍微排点队 然后我们就 慢慢的跟你解说啦 那你不要一次拿 一二十档来问啦 我们帮你解决一档两档 可以啦 这样好不好 那如果你觉得 可以的话呢 利用这个假日想一想 我再强调一次 我们今天的影音档 说不定你不用问问题 加入我们这个影音档啊 你手上股票做 我给你这三档股票 你做一下 你就解套了 这样不快 这样很快吧 对不对 来填一年表吧 利用假日刚好最好的时候 想一想我讲的话 真正的行情是在联主会 利率会之后 才是真正的行情 懂意思吗 懂喔 才是真正的行情 只是涨什么呢 要想清楚 不然今天为什么钢铁股 几乎全面大涨 甚至涨停 机关放在层口 机关比原口 好不好 你可以考虑来加入我们 2653-8299 2653-8299 台股新攻略 祝福你 我们下周见